讓我帶領大家 其實沒學無德無能 真的不敢說帶領 只不過我能夠說 我們大家一齊來配合 秉承我們師父的慰怨 將這個母親節的蔓延好好地去做 然後也鼓勵年輕的朋友能夠記住 今天是母親節 好好想一想怎樣去回報 父母的恩典 申請復復 今天播這個點片 我自己都沒看過 非常之感動 做得非常好 磨獨有偶 之前自此師父已經說了 我就不需要再說了 是不是 突然這個片子扭下 年年播 那年就不再說 好像師父說了 是不是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歡迎晚宴的一個節慈 好奇妙的一件事 我剛才說過 我沒有看過這部片 所以我不知道師父會說什麼 但往年我都沒有參加 因為我一直都在台灣 去年才參加過第一次母親節 大家知道吧 我從來都沒有參加過 所以我不知道師父有一段這樣的觀念詞 我昨晚自己又寫了一段觀念詞 其實剛好可以補充師父沒有提到的一些東西 我還以為這段東西會聞就就 聽得不明白 師父才說 我們教很多經典和現在的觀念 對這個校部的重視 剛好我昨晚寫到這一段之後 又可以補充一下 我現在正式講我這一段 謝謝 謝謝 各位教師 各位貴賓 各位胡佛 信眾 大家萬事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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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 母佛在這裡代表 我們正國子同仁 在這裡非常多謝大家的利能學 彼佛 我想問一問大家在這裡 你們知不知道母親節這個日子 是怎麼來的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母親節是怎麼來的 沒有人知道 你們慶祝了這麼多次 你們都不知道 我都有做很多功課 母親節其實是美國發起的 美國 一位女士 這位女士叫做Anne Jervais 我們不是有一條街叫Jervais 在Downtown那裡 就是她的姓 就是發起這個母親節的女士的姓氏 在哪一年呢 1907年發起 她來到紀念這個母親 但是她當初發起 是有很多錯誤的 為什麼呢 沒有人採她 她又寫了很多信給很多當時美國的國會議員 一直去推讀 但是沒有人採她 後期她過了身後 反而這個母親節才被定下來 就是每年的五月第二個禮拜 就是為了讚揚世界上所有的母親 而定了這一日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母親節 是1907年 也都有這個日子呢 成立呢 才能夠使得 我們現在很多朋友 有一個藉口 和你的媽媽 好好地相聚 也都可以 給你一個機會去表達 你對你媽媽的一份生意 就看你怎樣表達了 是不是呀 你們有沒有準備呀 有沒有準備什麼 表達對你媽媽的心意呀 那現代人不愛什麼呢 吃飯 送花 送禮 是不是 那我問你 是這樣 夠不夠呢 不夠 不夠 那怎樣才夠呀 熟金銀珠寶 夠不夠呀 首飾鑽戒呢 都不夠呀 那不夠 你告訴我 你怎樣才夠 戴媽利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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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要戴 戴媽利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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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呢 就補充這一段 我首先講語言家佛觀念 怎麼看 我們都知道了 孝道呢 是中國文化 一個最重要的品德教育 是不是 我們看到中國文化裏面 很強調這個孝字 我們從皇帝的名號裏面 都很多見到 孝麥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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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要強調 他是有這種 得行得勝 是不是 這樣呢 在中國人的從小教育裏面 就會觀世我們所謂的四次元經 四次元經裏面 包括什麼 就是包括我們所謂的孝經 都是由小孩子 又開始讓他讀這些東西 直接讓他著 為什麼 就要建立一種概念 在他的生命裏面 好了 唐人呢 很喜歡同父母住在一起 為什麼呢 當年照顧 對不對 這個我們中國人叫什麼 神分定生 就是每天起床 媽媽怎樣 晚上睡覺 媽媽怎樣 這個就是傳統對我的影響 這樣 這樣呢 除了 我們剛才剛才說 除了你每天問候 媽媽的樣子之外 或者請媽媽適合飯 送禮之外 夠不夠呢 不夠的 對不對 在佛教的立場 怎樣才認為是 做到最好呢 好像子文又說 帶媽媽來佛堂 帶媽媽來佛堂 帶媽媽來佛堂有什麼好似呢 第一 能夠使你媽媽精神上面 有寄託 進而呢 能夠學習佛法 再進而怎樣 能夠遠離煩惱生死 這個就是 切切底底能夠解決 媽媽的問題 給我們送禮 給她吃什麼呢 更重要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補充這件事 這樣呢 在孝經的遠久裏面 孝體呢 怎樣說呢 我們經常聽過這句說話 身體白孤 下一句呢 受諸吾寶 然後呢 不敢為傷 是不是 連影都看得多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孝之此也 即是 孝都有此 有中 身體白孤 受諸吾寶 不敢為傷 孝之此也 那你們知不知孝之中 是什麼 有沒有誰知道孝之中是什麼 孝之此也知道了 孝之中也不知了 我錄給你們聽 聽字了 他說 立身行道 揚命依後世 以顯故母 就是孝之中也 這一句就很少人會說 立身行道 揚命依後世 以顯故母 這就是孝的終極了 但是 立身行道 這句說話很抽象 怎麼叫立身行道 儒家有儒家的解釋方法 佛家呢 也有佛家的解釋方法 對不對 好了 這裡呢 我簡單地跟大家講 所謂的 剛才我們所講的 身體白孤 就是說 我們媽媽生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應該怎樣 要好好愛護這個身體 不要自殘自傷這個身體 因為為什麼 你自殘自傷這個身體的話 誰最心痛 就是生你的人最心痛 對不對 所以 行孝最基本就是什麼 你好好地愛護你的身體 圓圓正正 這樣媽媽就安樂了 所以從心理上來講 第一件事 你不要相比媽媽的心 對不對 就是身體白孤 甚至乎父母 第二句呢 就是怎樣 第二句是什麼呢 此時已親 其親 忠時已君 然後呢 忠醫就立身了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愚家所謂的 留身行道 包括這三樣 此時已君 此時已親 中時已君 然後呢 忠醫就立身了 這就是佛家的解釋方法 所以是愚家的解釋方法 好了 現在我開始補充師父 好像講漏了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用佛教 怎樣去講這個 立身行道的意思 在這裏呢 是不是很沉悶呢 肚餓呀 好了 我用一分鐘為時間 將他悔念出來看 這樣你們可以吃飯 好了 我簡單講了 不想答問大家太多時間 佛陀曾經開示提子 怎麼講呢 佛陀說 如果你將堆積的 好像天壤那麼高的 所有的金銀珠寶 這些財物用來報師 即是用來救濟所有的貧人 你所得到的福報 都不如 不如怎樣 好好的校養你的父母 所得到福報 給你所做的這些善事 還要大 所以 除了孝養 孝敬孝順 佛陀還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要修善法 然後呢 將這個善法 回向給你的父母 回向給你的父母 能夠使到你的父母 怎樣呢 這個罪障消除 嚴障消除 然後呢 享受你的福朗 在《願意經》裡面 我們在樓上印了很多《願意經》 《願意經》裡面 有一段故事是這樣說的 他說呢 出家在家 慈心孝順 供養父母 所計其功德 殊食難糧 為什麼呢 這個是佛陀自己說的 我呢 我呀 自益的 過去世事 慈心孝順 孝孝順 孝孝順 孝孝孝孝孝孝 甚至以肉身去救濟有急求需要的人 所以得到的功德 可以怎樣 上為天帝 下為聖主 乃至屬聖佛 都是由慈心效用父母而來的 好 我們總結一句說話 就來講完這一段 中國有個大使叫忠勿 但他寫了一首歌 是來讚嘆佛陀的這種效行 怎樣說呢 啟首三界主 大孝釋家磚 累劫報親恩 職恩聖正閣 所以聖佛牟尼佛聖佛是從甚麼開始 孝養父母開始 好了 本人代表我們聖閣寺 祝福天下的母親 行到怎樣 福樂綿綿綿 身體健康 好 阿彌陀佛 好 阿彌陀佛 我們再一次給點熱烈一點的掌聲 健康師傅 阿彌陀佛 你知我們多倫多呢 出品 沒東西吃 在多倫多要衣爆的圖 去哪裏都很容易 轉過 各路口周圍 過夜都可以找到